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引音解字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多音和相关的汉词 祖宗啊,或者说我们人类刚来到这个星球上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群聚在一起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刚来比较弱势 必须相互陪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 所以必须群聚在一起,在某一个山洞,某一个地上 或者是某一个窝棚 那么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劳作 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呢,就是吃饭问题 大家一起出去获取食物 通过打猎采摘果实 或者是说采集这个植物的种子 就是我们今天的庄稼啊 完了以后再回到这个山洞里头 烹饪也好,是不烹饪也好 大家再进行分配 最初的就是这么一个生活模式 因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 在吃饭这个饭食分配上嘛 那么就有这么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就有的人呢 一份,有的人是多份 有了再有,再给他一份 甚至再给他一份 那么这种现象就叫做多 因为你比普通的一般的量大吧 那么就叫多 那么最早走动写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画了双份的食物 落在一起 所以叫罗列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 这就是多的含义 多因 那么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那祖宗啊 其实这就也是我们的本性 自然而然要想到公平 啊,所谓的讲的过去 那大家在一起群居啊 集体劳作 那么有的人年纪不一样 性别也不一样 有的就比如说还小孩 那么有的要带小孩 所以大家也多少还是有分工 那么出去劳作的时候呢 那有的人处理大 耐力啊 工作辛苦啊 那么这种人呢 自然而然呢 就要吃得多 这才是对得起 人付出的这种劳作的力量 那么 所以呢 就会给这些人呢 有了再给他 那么实际上呢 这也是体现一个公平 你干得多 自然就得吃得多 你不能说干得多 吃得少 那最后就还是也是干得少 那么这是分食物的时候 多份啊 就就有了再有啊 叫做多 那么劳作呢 也是啊 嗯 劳动卖力啊 辛苦啊 这个能有怨言 哈哈 这个这个不怕脏 那么有另外一个词 也叫多 就是我们今天十多多 一个提手加两个双子啊 四个右子 那么意思呢 这个人劳作卖力 啃吃啃出力啊 其实大家那个说 就是这个样子 能出大大力 出大大力 都是各尽其力啊 那么 所以 那就说 劳作的多 叫做多 那么 久而久之呢 因为他有一个行动的问题嘛 就是活动啊 劳动啊 多 后来就演变成 只有劳动 这个含义 到今天 这个字呢 只有采摘啊 获取 抓取 等等 这么一个动作了啊 这个动词了 那么 这个 重体力 出力多 这种含义呢 出力多 而去劳动 那么这个含义呢 基本上就消失了 被别的字啊 所取代啊 我们今天有 呃 卖力 出力 呃 这个 勤劳等等 这些词去形容了 那么 再后来呢 呃 就是 为了表述啊 这个 人啊 干活啊 出力 卖力 跟别人不一样啊 给大家做贡献大 那么就是 多 一朵花 两朵花 这个多 这个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 出去 采摘 获取食物的时候 爬到树上去了 那个时候 人其实的 攀岩能力 是很差的 跟动物比起来 你说要爬到树上去采摘 那是很危险的 那么 这就体现了 这个 工作 诚恳 卖力的人的一种行为 就是到树上去采摘 那么这种行为的 也叫多 多 那么因为你是 也是付出的劳动多嘛 那么你看就是 一般的够不着就散了 摸不着就散了 那再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这种人呢 就是说 因为体力 也跟得上 也吃得多嘛 那就是 做的贡献大 再后来呢 喊谁谁谁 从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树叶子里 都伸出个头来 像什么呢 像树上的花 慢慢的到树上采摘这种 卖力的行为 就演变成了 描述花的一种 一个词了 所以我们今天 花叫极朵极朵 那么再后来呢 这个朵子不是卖力的干活了 也是描述花 还描述我们头上的两个工具 耳朵 因为耳 耳朵呢 脱落有之 花味比较多 像花 所以叫耳朵 慢慢演变就 演变了这么一个 含义 在这个朵里头 那么随着这个 时间的推移啊 人类啊 尽管出去 劳作的这个方式呢 还是 集体出去 劳作 劳动 获取食物 那么回来以后呢 由于人口的增加啊 等等吧 人类感情的 这种丰富 有了小的单位 一男一女啊 在一起 一个单位 分开了 有小的这种 窝棚了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就牵涉到 不是吃饭分配问题 而是食物分配的问题了 当时就主要就是吃喝 生活用品 那还是次吃的 那么 一个人出力多 那么 分配的自然也要多 那通过什么来 衡量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 这个度音和相关的孩子 用那个度 那个计量器具 那个计量的尺度 和计量的 大家约定 规则 那么用那个东西 来卡一卡 来衡量一下 来表示一下 这个人出力 卖力 多 就是 多啊 就是干的多 那么就是 多 多一多 是不是应该给他 多呢 所以我们这个肚子呢 要多 那么多多的时候 就指着计算 衡量 那么一个含义 那么 后来呢 人家发现 要想多 那可以多了啊 那么 但是呢 还有一条捷径 不用那个多 十多的多 和华多的多 能出去这么卖力 也能多得 那通过一种 什么方式呢 去偷 去骗 甚至于去抢 这样也能多 那么这种行为呢 因为它是通样 也是能够有多嘛 都还 那个那个 那个得到的多嘛 那么也发现 这个因 就是抢夺的多 啊 就是用武力 去获取 或者是 去偷 去骗 当然随着 这个时代的变迁 这个 欠 的含义 和这个偷的含义 比较少 能用其他的 音和词取代了 那么就是 强 当然和夺 是一样嘛 那么夺 这个音主要 就是强的意思 用武力相加 去获取 就叫做夺 后来演变呢 就是斗争 也叫夺 夺取政权 斗争取得政权 等等 就是争斗啊 武力相加 甚至于战争 争夺啊 等等 这个含义就多了 就是 都是这么发展来的 那么毕竟 祖宗还是尊存 这个天道法德呀 就是说 多劳多得吗 你多了 那你就多 多 你多了也要多 那么你这种 多来的多 大家就都 反对 不屑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就 有些人是 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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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会儿 跟大家讲 堕落了 沉浸于物质了 迷失了 所以才去 夺人家的嘛 为了自己的夺 那么这个被夺的呢 一般大家 就是对这种 不屑 但是呢 你也不想去跟他 就武力相加 拿来什么 你去反抗 那都是 毕竟要伤 伤或者害 生命的 你就觉得这种东西 不光彩 不荣耀 大家不赞成 但是呢 你碰到这样 痴迷的人 怎么办呢 那就是 今天的话叫 惹不起 躲得起 所以就出现了 躲藏的躲 躲呢 就藏起来 哎 不露腹 多余的食物 不叫你看见 多余的东西 不叫你看见 就是叫藏嘛 或者叫躲 避免被躲 叫躲 哎 那么 当然后来就是 也有躲避 避嘛 那看见你这种 好抢夺别人东西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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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了 避开 所以就有 有 有闪 等等这些词 这都是 就是避开的一种 拓展吧 这个 这个躲的实际上 祖宗写的也挺有意思 这个出现的也比较多 和人类堕落的 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就是 拿了 这个工具 到人家家里去获取 人家是个家 和后来战争 也都是跟这有关系 到人家居住地去获取 这个 确确实实 吃迷茫 不懂事 那么 再后来呢 由于这个 你劳动 勤劳 反复地去做 你其实 采摘 获取食物 这些东西 都是反复的 一个动作去做 所以呢 那么 反复地 用一个 动作 拿着工具 反复地 使用一个动作 实际上人的时候 就是 工具是什么 就是刀 或者斧 或者切 或者砍 反复地做 并且用力地去做 你夺嘛 那就用力去做 那么 这也是一种 用力去做 是反复地做 所以有 夺 我们今天 主要用于 这个 食物啊 切 砍食物了 叫夺了嘛 就是这个 一个夺字 加个力道 这个字 就这么来的 因为你反复地 食物夺 是夺 夺手的夺 慢慢演变 当然那个夺字 也很有 很多含义了 那么这个 夺呢 那么就是 一种动作 或行为的 夺 所以叫剁 你老是剁 老是切 那么今天大家都能 都知道这个剁是啥意思 在菜板上 反复地切 剁肉馅 剁肉 剁菜 那老是这个动作 你那个次数又很多嘛 所以也叫剁 那么我来读中 说这个脚也有这个功能 反复地踩踏 因为你也是啊 不知道有多少次 所以呢 反复地踩踏 也叫剁 反复用力的踩踏 也叫剁 当然了 今天这个剁 其实就这么含义 当然有其他的 有些方言 什么在里头 那么大家自己去 这个印证 那么还有 祖宗发现一种现象 就是 这个鸟 作目 也是很勤快 辛劳 并且呢 还有声音 同时呢 这个树啊 也跟着颤抖 这叫鸟作目 称之为多 用嘴 鸟用嘴帽去作目 啊 就其实就是作目鸟了 那么这个 后来因为它树颤抖嘛 祖宗就发这个 形象呢 就叫哆嗦 那个树颤抖嘛 位置不定啊 来回这么往复运动啊 叫哆嗦的哆 那么鸟在 啄这个木头的时候 那是有声音 所以祖宗呢 在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也碰木头 碰木头 那很自然的 因为人类最早使用的材料 也是生活资料 也就是木头 那就有声音 后来呢 发现通过 舵木鸟这个事情 这树空了 声音大 做了这个 舵啊 就是这个木帮嘛 敲起来 邦邦邦响响 后来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 就是为了发个声 召集人 因为你一敲这个东西 声音大传的远 人就来了 所以人很多 就会来 那么能叫人很多的这个工具 也叫做多 我们叫木朵 最早叫木朵 我们今天这个朵 是金子袍了 因为金属的这种铃啊 发的声音 钟啊 那声音更大 传的更远 所以叫做多 我们这个钟呢 也叫多 或者叫铃 叫多 那么还有啊 就是这个 多了 那就是罗列嘛 罗列以后 这个 重叠 那么就叫做多 多的 多最早就也是这个意思嘛 那么那个 一朵两朵 实际上就是人落在树上 造树上也采摘 所以叫多 这个 我们屋里头 储存东西的时候 那一层不行 两层 两层三层 那究竟 多少层才合适呢 结果放到顶上 最后掉下来了 因为你太多了嘛 这都会落下来 因为你老是这么重叠啊 用多的一含义 就是重叠 罗列啊 多了 那就会落 所以就会掉下来 那么所以呢 因为多 罗列起来 又落下来 又掉下来了 那也叫堕 堕落的堕 后来用到人身上 因为人 人心不古 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自己为什么是个人了 或者是说呢 由于物质的丰富 而认物质为自己的根本了 那么这种线条呢 就叫堕落 从某种上 说是一个人的这个思维啊 或者一个人的境界啊 堕落了 那么就有堕落的堕 这么个词 那么还有一个字呢 就是这个心字旁的堕 就是懒惰的堕 为什么懒惰的堕呢 实际上祖宗当时也是 心想堕了 手不动了 本来这个堕子应该是 手要多去做 要卖力气 要反复不停的去做 要怎么说呢 使劲的做 努力的做 勤劳的做 结果呢 光用心想想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 常时眼不易做 光叫眼做 光叫心做 那手呢 就不动 就不会做了 或者比如 带 慢 这个 这个 懒 在这种意思 在里头了 其实这个堕子里头的 我们到今天 我们要从当中 学到好多的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堕 堕子 其实主要体现的就是 这个 多劳多货 多劳多吃 少劳少吃 少劳少货 有些人呢 不明白道理 就想偷鸡去瞧 就来那个事半功倍 四两拨千斤 一劳永逸 去堕 多 这是大家所不持的 那随着这种 行为的演变 范围的拓展 就有出来 这个懒惰的多 就今天 我们也有这个 所谓的 新冠状病毒肺炎 要有这个疫苗 疫苗的 这个 作用是提高免疫力 实际上呢 就提高心理 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 人为什么要有疫苗呢 因为我们时间久了 不去 去跟这个 所谓的病毒细菌 去打交道了 光与跟着瞎心思 心想多 而实际行动少 慢慢去跟这个病毒 跟这个细菌相处的能力就差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往往就会付出 被伤害 或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这 到底都印含在这里头 那么你 剁了 贷了 卖了 就要 通过疫苗 要 其实这不是什么 疫情啊 其实就是人类正常生活的一个 过程 这么一个现象 人类要面对 面对以后人类的这些各种能力呢 才会保持不畏动 而会延长人类的寿命 结果我们现在戴口罩 其实病毒也好 细菌也好 它就是也是应该生存的吗 你我们人类这个经历一年 春夏秋冬 也是这个道理 怕我们光动心 不去实际行动 所以呢 规则是 春夏秋冬 一年经历一次最寒冷的时候 一年经历一次最热的时候 还叫我们经历什么 就是跟这些 我们曾经的我们 这个病毒 细菌野兽从头目去相处 去提高我们不堕的能力 别去 久了 反正带了 慢了 干什么反应不足了 所以事事可可 这就叫真正的真正的免疫力 免疫力没了 嘿嘿 那就是堕了 好 多坠了几句 关于这个堕音呢 和相关的汉字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